另外有兩位是兒童的重症個案 其中一位是6歲的男童 本身沒有慢性病史 他曾經在6月10號接種過一劑的BNT疫苗 不過隔日就因為是接觸者關期 進行快篩陽性也經醫師確診 在6月12號的時候開始有發燒到39度 以及輕微的咳嗽腹泻 隔日6月13又出現呼吸困難 及嘴唇發紫的狀況到急診就醫 當時醫生發現有胸凹以及 有呼吸帶傳明聲的情形 X光有顯示兩側都有肺炎 那因為有呼吸窘迫的情形 緊急插管住家戶病房使用呼吸器 目前正在家戶病房持續的使用 類固醇跟瑞德西韋等治療藥物 那這一位是我們歸類在這個肺炎的個案 他本身有肺炎跟這個呼吸窘迫的一個情形 另一位兒童重症的個案是一個1歲的男童 沒有慢性病史 那這個案例是在5月29號有發燒 咳嗽流鼻水聲音沙啞的情形 隔日家用快篩陽性 5月31號因為呼吸困難 有發現胸凹的一個狀況 那緊急到急診就醫 醫師因為他有呼吸窘迫的關係 插管使用呼吸器入住家戶病房 那當時有給予這個瑞德西韋跟類固醇等等這些藥物 治療之後順利的好轉 已經在6月1號發管移除呼吸器 6月9號已經康復出院 那整個累積起來 目前總共有62例兒童的重症 其中今天新增的孝吼1例 所以我們整個孝吼的個案數重症來到6例 肺炎的部分呢 今天也有新增1例 所以總計兒童的肺炎重症 有累積到12例 那目前這個兒童的染疫後的死亡數 維持在17例並沒有新增 在這邊告訴大家 汪汪水神維酸性電解刺激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還原成水溫和不刺激 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環保 要跟病毒共存必須要長期抗戰 大家趕快來到快點購 入雅婷的推薦代碼CTI999 就能夠享有折扣優惠